明天就是九九重阳节了 现在大家应该已经有一些好方法 可以来帮爸妈准备一些食品 那么如果以农委会他们选出来的 十个这个银法友善食品当中 我们首先刚看了鱼 不错 还有肉类 我们也教了大家一些方法挑选的部位等等 接下来呢 其实就跟老人们一起来 老人家的排便有关 不管是一些五股杂粮 或者说是一些优格等等 其实都跟排便有关 因为老人家这一方面确实困难 的确是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大家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胃酸分泌减少 所以对食物的消化功能 前面就可能有点受阻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肠道的乳动力也减少 所以你食物残渣往下推的人力就比较弱 所以慢慢的 他可能就后来就发现 他的排便就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顺畅 那更加上因为老年人 喝水喝多他会上厕所 会偏尿 所以他就水分就喝得少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口牙也不好 所以很自然他会去选什么 纤维比较少的食物 就比较柔软 然后比较纤维比较 比较容易吞咽下去的食物 所以很多老年人都吃淀粉类比较多 腎食纤维就摄取得不足 那再加上水分也不够 会出现一个症状就是 他有便感 可是不容易排 排出来 这样就整个粪便可能就容易堆积在里面 对啊 这废物没有排掉就不得了了 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等于又把它坏东西又吸收上来 雷师傅 刚刚这个让爸妈吃好料 只有一道鲁鱼不行 只有一道 不行 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同时可以帮助他们肠胃的排泄功能更好 那其实我们今天用这个绞肉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道菜 其实有一点像改良型的鲑鱼肉 那鲑鱼肉呢 其实很咸 很咸 含量很高 那我们今天搭配了很多蔬菜 要来做这个鲑鱼肉 那当然我们不是真的做鲑鱼肉 我们当然是用一些绞肉 你这个绞肉是选哪个部位 我们是选后腿的这个部分 后腿 对 那后腿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 它精性主食可能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要请我们肉伤肉饭 去帮我们打成细角 粗角跟细角 粗角跟细角 那我们现在再用这种倒米棒呢 其实买肉让它打是比较好的 是的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将我们这个呢 肉呢在肚子的把它加工一下 它把它倒成泥 那现在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呢 其实可以加一点豆腐 对不对 来增加它的柔软度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了一块豆腐呢 我把它放进去 而且黄豆也是健康食品 对 也是好的蛋白质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豆腐呢 也把它压成泥 肉跟豆腐在一块 对 这应该也有另一种香气哦 对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豆腐 泥跟肉泥呢 完全再把它打成泥之后 这一定要买传统豆腐嘛 对不对 就是那种板豆腐 板豆腐那一种 好 我们呢 稍微把它刮干净 刮干净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加的 开始要加调味料了 那首先呢 我们现在加一点点味噌 那味噌来再做一个提味 好 味噌它本身有咸味 但它是发酵的 所以相对比较好 是的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 要放的是我们的 胡椒粉跟有机酱油 那胡椒粉呢 我们只要是要一点点 去把它做一个提味就OK了 好 接下来呢 要放的是我们的有机酱油 放进去 好 我们先把所有的味道都调起来 我们现在呢 将我们这个肉泥的部分呢 跟我们所有的味噌跟调味料 哇 味噌口味的肉泥耶 对 完全把它拌在一起 但要记得喔 那个味噌一定要拌开 不可以拌开 对 味太咸了 所以我们特别呢 用我们这个锅铲 去把它完全打散 好 那当然打散之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一些配料呢 要放进去了 首先呢 我们要放的是我们的地瓜 那这地瓜呢 我们把它切成丁之后 那用水去把它煮一点软化 把它放进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放香菇丁 一样用水把它煮过软化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放的就是 木耳跟我们的这个海带 海带牙跟木耳呢 我们其实呢 都已经把它泡过水 让它完全软化之后呢 都把它放进去 而且木耳也是血管的清道敷 还满好的 是的 木耳跟海藻的三十线 那个可隆线线线线都很高 对对对 这些都可以帮助排便嘛 因为血液性纤维 它可以在吸附水分体积膨大 所以让你的那个粪便 变得比较柔软 体积比较大 比较容易排出来 好 我们完全呢 都把它拌进去 拌到我们这个肉里面去 OK 好 都完全拌进去之后呢 那不可少的 就是我们增加一点甜味了 那甜味的来源呢 我今天是选用的枸杞 哇 枸杞合并耶 对对对 把它选用的一些枸杞 枸杞不错 对 枸杞呢 都把它放进去了 好 放进去之后呢 就把它搅拌一下 那当我们呢 都完全呢 去给它拌匀之后呢 那这时候 我们就要靠我们的双手了 OK 那我们就靠我们的双手呢 要去把它放到 我们的一个成品盘里面 做成 做成像肉球状 OK 一颗一颗这样子 一颗一颗 对对对 这个如果家里头小朋友的话 可以参与 一起做给阿公阿嬷吃 真的 对对 不错哦 我们今天呢 就做给阿公阿嬷吃 OK 好 现在呢 阿嬷呢 做个几颗起来 好不好 OK 那像淑菲老师 你看它这一道里面的 一些食材 你觉得怎么样 还有包括调味的部分 单单调味 因为它没有用盐巴 对 它就用味噌 然后味噌本身是黄豆制品 黄豆化效成品 所以它本身有很多的氨基酸 事实上也提供老年人 在蛋白质这一块 刚才协理师讲的 基少症 事实上我们需要 它有一些氨基酸来补充 其实它从这个当中 搭配得很好 其实我们要将这个肉球 或绞肉真的好吃的话 上面一定要淋上一点点的水分 所以我们就把淋上 一点点的水分 让它那个肉在蒸发当中 不会变干 水分 对 要淋多少啊 好好吃 淋上一点点就可以了 OK 那有点湿润感就OK了 现实你觉得这一道 会不会又抢着吃 希望了 不过今天我们谈这个议题呢 我有一个病人 他已经96岁了 他说我讲的都是理论 他直接批评我 因为我常在演讲 他是我的粉丝 理论 他便秘他有一招非常好 我想给所有观众知道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给他很多病人 软便积剂 晚常 灌常 他都不以为然 第一个 前一天晚上 他认为起床直通车 起床 第一个就是说 你前天晚上要做足功课 其实讲得非常有道理 从横结肠开始往降结肠 就要开始腹部的按摩 怎么按摩 怎么按摩 没有 关于睡觉前心按摩 双手顺着大肠的蠕动的方向 二十分钟 然后一起床的时候 他就喝五百CC的水 这很重要 五百CC喝下去之后呢 这老人家呢 因为刺激胃节肠反射 他把嘴巴含一百CC 冲到厕所 最后一百CC喝下去的时候 就排出来 这叫起床直通车 真的假的 对 前一个晚上 现在还二十分钟 我就一急功 我说这个 养生诈师在上 寝寿小生一拜 这个大医师变成小生 所以睡前的按摩很重要 如果刚刚讲的三 四 六 就是所提到的三份的骨肋 跟四份的蔬菜 再六份的水 如果你还记得不够 再一个香蕉 我跟他拼了 其实不要小看 排便这是一个大事 老人家排得清楚 其实精神好 而且畅通又可以隐时很顺畅 但是排便便秘久了 还会意识不清楚 有的意识不清楚 有毒素严重 有毒素 他以为他痴呆度过来 他其实是排便 可是不干净 而且老是很严重的毒晒 到最后真的 就是一直塞碗肠 到最后整个 如果大肠的这个 蠕动的力量 越来越排空力 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就是说要做足功课 起床直风车 所以他会变成一个 恶性循环就对了 如果说一直塞碗肠的话 他变成肠胃更不容易蠕动 然后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 OK 好 那刚刚说这个按摩 它的力道 对 其实 洗完澡 温热温热的时候 然后很顺着 我们在这个恒解厂 往降解厂 这样一直循环 那20分钟是非常辛苦的 其实但是有人会 边按边按就睡倒了 边按边就睡倒 其实边看电视也可以啊 也可以 那这个 这个顺着方向按摩蠕动 再来慢慢有点力道 往下按压 也可以感受到脏剂 这个老人家 让我感触到 他的真的是 二十年如一日 他完全做到 没有吃软变剂 不错耶 我觉得谢医师说的那句 跟他拼了 太好了 真的 一定要排出来 要跟他拼 好 那医生师那边 还有一些方法 那是 就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除了我们在饮食里面 水溶性纤维很重要之外呢 其实我们会发觉 很多老年人 除了便秘问题之外 他会告诉你 我常常把糖糖糖糖 脏脏的 很容易 然后东西吃下去 它就很容易脏气 其实这个跟我们肠胃道的 益生菌相不平衡有关系 那所以这时候 我们也会建议老年人 我们可以适量的补充 一些益生菌的来 刚才我们在讲 优良食品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也是 那其实也是提供我们 益生菌的好来源 那把好的来源进来 然后加上可隆心纤维 可以把好菌养起来 其实这样子老年人的肠道 就功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很多老年人 会跟我说 我都有注意 我所有也喝了 成材我也吃 那益生菌我也喝了 为什么还便秘 为什么会这样 对 因为它太过养生 所以它就很多的油 对 它就不敢 有油脂 其实油脂少吃 其实也对一些肠道 是不OK的 是不OK的 因为你的粪便会变得很干硬 就不会润滑 所以事实上还是要有一些 适当的油脂来润肠 它的粪便比较容易排出来 但是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 你要买好的油品 然后适量 适量 现在真好了 对 宝妈都已经迫不及待 过来先闻伤了 不好意思 但是我是银髮竹的袋子 所以我现在站在这里 你现在自愿先升得银髮竹 我愿意在这个时候 你就是银髮竹了 好 我们现在要将这个葱 把它放下去之后 大概焖个十秒钟 让它焖熟一下 让这个葱的颜色放下去 那种颜色更好看一点 对 然后呢 再咋办 焖一下 十 九 八 让那个水蒸气 让那个葱 大概这样子扒一下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可以开了 来 OK 我们要开锅了 颜色有没有看到 那个葱的颜色 有没有看到那个葱 变成有水的葱 对 变成有水的葱 那个葱香味呢 是完全被我们的 好香喔 好香喔 我都闻到香气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排队 当一把真的 真的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这个呢 谈起来 料理把它端起来 来 宝妈来尝尝看 对 有点烫喔 小心一下 我看谢医师都快翻脸了 不是 医生可以陪他吃了 万一有本吃 我就陪他一起回医院 好 形容一下 就这样 我觉得他最后面 淋水的那个步骤 太神了 真的 我不骗你 因为他还是用后腿肉 后腿肉还是有嚼劲的 但他后面的那个淋水 他就把那个肉的汁 变成软化了 变成 好像一样 有一点点泡的汤的碎肉 你知道吗 而且 好香喔 我整个嘴巴里面 全部都是豆腐味和味噌味 还好 观众朋友啊 你赶快去准备你的食材 我们要来吃了 拜拜 快来 快来 这是干吗 好好吃喔 你选得飘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子 吃了可以吃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这是我们这一集的结束 真的